大家好 今天想给大家演示一下如何注册一个美国ID 这个苹果ID 因为很多软件在美区可以下载 然后我们其他区下载不了 因为很多软件在美国首发 然后我这边直接打开了 他这边提示我到大陆网站去 然后你去不要点这个 他你就点这个这个网址 没错 就是美国官网 然后往下拉 到这边可以看到这个是美国官网 那么我们再点这个 管理我的ID 到这个页面之后 我们点上面 创建你的苹果ID 好 我们这里输入一下信息 信息可以找一下 嗯 邮件地址一定要输对啊 密码的话必须要大小写 然后加上一个字符啊 这里手机号码的话 这个他要验证啊 因为如果说用假的号码的话 他这边过不去的啊 然后你就用中国号码好了 我们找一下啊 谁开头的 好了我们成功了啊 然后我们让他说让我们去找那个邮箱地址的验证码啊 然后找一下 好了 这个就是邮箱的验证码啊 然后我们去 验证一下 验证成功 然后他会发个短信给我啊 然后我短信看一下 好 到达这一步的时候 其实我们可以完善信息啊 但是我不喜欢完善啊 其实你完全几间 现在已经激活了这个账户了啊 我们现在可以去手机上看一下啊 现在我们打开我们的手机 然后在这边我们需要退出一下啊 现在退出了 然后我们输入新的ID 然后下一步 好我这边输入一下密码 入屏的时候你们可能看不到我的密码 好现在有条短信认证啊 我先认证一下 我们输入一下 现在呢我打开了这个Apple Store的啊 然后我这边已经刚才试过了啊 我已经成功了 然后我现在是第二边了 这个TikTok呢我已经下载成功了啊 当然我把第一次试的时候 他会有个检查 你看这个检查我点进去啊 需要输入一些信息 其实也很简单 啊他要同意啊同意一下政策 这边条款你要点一下啊 其他不要动给下一步 好到这一步的话 我们输入一下信息啊 接到地址这种啊 随便输入就行了 也不用网上去找地址啊 啊像我的话我都是乱输的啊 当然的话城市和州的话稍微选一下 比如说城市的话我就写了个拉斯加斯啊 写英文啊 写写中文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啊 然后呢 你选择一下对应的州啊 内华达州 游缘啊89103啊 这个是我自己找来的 电话的话啊 755开头啊 你可以选择755开头一个 然后后面更七位数啊 因为我这边选择八位数 然后他其实报错了 你看这个八位数啊 然后我改掉一文 然后你下一步 好了 你看成功了啊 他这个管问题博物馆啊 然后我现在开始去下载一个啊 下载一个这个TikTok好了 你看点更新啊 我们看看能不能正常使用啊 然后这边要输入一下密码 好密码输完我点登录 好看看他是否能下载成功啊 下载成功了之后呢 那就代表这个ID可以用了 没问题了 TikTok这个软件呢 必须在美区才有啊 啊 也不是必须在美区才有吧 反正大陆区是没有的啊 我这边只是测试一下 你看这个已经他在动了啊 他在在下载了过程中了 我们稍微停在下 下载成功了 然后点打开 还进去了啊 好了我们进入这个TikTok了啊 你看 已经下载成功了 而且给你安装好了 这个软件啊 已经可以使用了啊